大家最近有沒有給一則廣告察評呢 說中山市區這邊竟然有一個樓盤 五折大坨價 之前原價是15000多 現在單價只要6000多元就可以上車了 那它究竟是怎樣的呢 沒錯啦 今天我們就來到營姦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角就是為火的開發區 它的開發箱同樣都是大開發箱 由兩個開發箱組成 分別是由雅吉諾和細江創建組成 雅吉諾營姦這個樓盤角所處的地段 就是在博外和逆千路加工的位置處 所以說其實這邊的交通都相當方便 從這裏出發15分鐘時間就已經可以去到晚島 40分鐘到深圳 10分鐘時間就已經可以去到東區成作的配套 包括Colo City那邊 那它的情況到底是怎樣的 時不時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OK啦 我們現在就進來營姦小區的一個樓盤 其實大家可以見到的 目前它整個小區的樓盤已經全部做好了 因為它前面一棟二棟那邊 已經是有業主系收數樓入住了 雖然說它現在這邊 它賣的都是公寓產品 不過它這個環境的質素來講 真是跟我們平時的住宅沒有什麼區別的 首先第一個 它是一個小區式的管理 包括它會有我們正規的小區大門 還有會有小圓樓 以及中間會有泳池 還有它會有匯所 又有商業家等等的 所以它的配套是齊全的 還有就是它目前賣的貨量 目前它就是有賣平層賣複式的 分別就是七棟和三棟B座 那七棟這邊我呢 它就是32層高的 兩梯五火 賣這些平層的公寓產品 那就是最小的 有85平方 大一點的有那個 108、118的三房 都會有的 單價方面的大概就是6800至7000元左右 一平方的 有大正多收交付 那複式這邊我呢 就是賣三棟的B座 那三棟B座這邊呢 它就是有兩個色的 分別就是67平方的五房 和一個73平方的五房 那兩種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73平方 它就是會看小區內圓這邊的 景觀會比較漂亮 還有它是可以明火的 那67方那隻 它就是看外界圈的 相對說就會重一點 還有它是開放式廚房 就用不到明火的 價值方面的話呢 複式和平常都差不多介紹 都是6800至7000元的單價 不過呢 它就是無批加負的 對 再跟大家說回樓盤的位置先 那好似雅九樂營間的樓盤 它就是位於火具開發區這邊的 那門口呢 就是那個中開高速 和博側路 所以說呢 其實是從樓盤這邊 我們 即是如果說開車 那如果去到馬安島那邊 大概就15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明面深洞到通過車之後 40分鐘就可以到深圳的 那如果說我們要去現場的配套 那邊呢 大概都是坐車10分鐘 我們就可以去到火具開發區的中心位置 包括那個太陽城 和德信廣場那一帶 那或者呢 都可以選擇去到東區的成熟商圈 Coco City宇洋大順 都可以的 包括這邊去到南網鎮的鎮中心 都是10分鐘的時間 所以說呢 其實這裏 即10分鐘時間 已經是可以享受到你任何你想擁有的配套 那還有呢 就是大家可能會想到 那這邊有沒有醫療配套和悠閒配套 都有的 從樓盤這裏 但是門口出去5分鐘時間 就已經可以去到三階醫院 火具開發區醫院了 那邊都非常之大型 非常新正的 我們平時有甚麼頭暈身體 其實在那裏都可以去處理到 那此外景觀呢 其實就在樓盤大門的正對面 就是我們的華佗山公園了 那邊其實呢 都已經是做得非常漂亮的一個 我們的山體公園來的 平時都有很多人在那裏爬山的 所以其實來到這邊 到時候如果說 我們想自己住 想回深圳又近 又想價錢 不是很貴 其實這個樓盤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那我們現在試不去前 就一起帶大家上 我們實力單位上面去看看 OK 現在我們就來到 118平方的陽馬街這邊 那這個護盤 它就是做了三個兩T兩位 還有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去流 首先呢 在入門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 一條非常之長的一個入戶走廊位 所以說呢 這條走廊 是屬於公家的位置 不過呢 其實 過到這邊就只有這一戶 所以說到時候大家 門口的位置 都可以全部用回 包括可以做一些鞋外 都沒有問題 那118平方 它是有01和03單位 我們現在就在看01這邊 它的景觀會比較開揚一些 首先 這個壺形我呢 就全部都是大裝修膠 入門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包括這個神錄門 和這個智能門鎖 都有一個交流標準 包括它這個大門 它還是做了一個子母門的設計 還有一個細門 所以說它整個門的開間比較大些 到時候我們搬家具方面 其實都會比較好玩些 那再進來 入門的左邊這邊 它就會預留了一個我們的鞋櫃位置 到時候大家就可以在這邊 做一些鞋櫃 不過因為它是有窗的 所以說呢 可能就做得跟這個石台一樣高 如果是說不夠用的話 都可以在左邊這邊 再訂製一排的鞋櫃位置 沒有問題的 OK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 這個壺形我呢 就是一個南北對流的壺形 我們先過來客廳這邊 那所見到的 全部都是一個交流標準 包括地下的這些 大理石的一個石紋的瓷尊 還有這邊 電視的背景長板 都是一個交流標準 它裝修的一個質素 雖然來說都OK的 那整個客廳的開間 大概就是3米5度 3米6度 這樣一個開間 那我們就出來 洋桌看看 這邊呢 就主要台來的 照回南向 整個洋桌都比較方正一點的 不過呢 因為呢 另外這個壺形的 它是會靠馬龍這邊的 所以其實呢 速度來出哪個 相對來說都會有少少爽 不過 都有好處的 就是這邊的景觀來說 會開揚很多了 對 如果是說進入屋外 其實呢 關了這個窗後 其實就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聲音 聽不到什麼聲音 因為它這裏 都是用回雙層的一個減玻璃 減效果比較好 對 來到這邊 就是它的一個餐廳位置 空間來說其實都OK的 可以放回一個 一個圓桌 即是6到8的圓桌 都沒問題的 空間來說是沒問題的 對 它這邊的話呢 就是朝向北面的 它就沒有造一個陽台 就是造了一個大的玻璃 在這裏 都是可以看一個小區的圓櫻環境 它小區的一個圓櫻環境 做得都相當之不錯 再往左邊看 那麽就是前面的高架就是中開高速的 明年的深中通通過車之後 我們就從這裏可以直接嘗試那個中開高速 這樣就過一個深中很快 再往左邊就是叫做深中國際裝飾城 這個的話就是目前整個火拒開發區來講 最大的一個裝飾城 所以我們平時其實買一些傢俬 各方面的 去到對面就可以買到 那再來到廚房這邊 去廚房的話 所見到的都是Gada Vision 就是一個L型的操作台 不過其實空間來說就不算特別大 還有118平方 這個雪櫃的預留位置 都是只預留了單門的雪櫃位 所以廚房其實是做得會焗促了一點點 這個壺形同樣的 它都是一個雙陽台的壺形 廚房出來後就有一個小的生活陽台 這邊的話就到時洗耳機 包括浪身都在這邊搞定就可以了 景觀陽台那邊就不需要浪身的方便 同樣的 這裏的話都是可以看到整個小高的環境 它都是做了三房的 就是一個共整分區 首先就看看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的話 這間房通常都會做回合房為主 其實整個空間來說都可以的 包括大家可以留意它的場面 它就不是用北室越加室的 這間房都是用一點點的顏色 看起來都會比較舒適一點的 中間的位置的話就放回咪半床 在牆那邊就再整個衣櫃 其實整個空間來說都可以沒問題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大概是中午的12點左右 它的光線都比較好一點的 就算現在不開燈的情況之下 OK 那我們就再過來 在它斜裏面那邊就是一個洗手間的位置 所以看到的都是一個交流標準 整個空間來說都沒問題 大家看到它也會留了一個窗口 平時洗澡方面 採光和通風效果都沒問題的 再過來這邊 這間房間是比較方正的 不過就會細小一點 景觀方面我也是會看回路景為主 而且它這個飄窗的位置 是做了一個小L自形的飄窗位置 所以說是可以做到 勉強做到一個270度的觀景 而且大家現在看到 雖然樓下有很多車 不過在房間裡完全聽不到有聲音 所以它這邊就全部都做到一個雙浸的減波 減效果都相當不錯的 最後就來到主人房這邊了 主人房就是一個土間 首先我們先進來看看它那個石頭間 那石頭間的空間來說 都沒什麼問題的 基本上是充裂的位置 就是進入到你 或者都不會覺得很拘束 位置來說都OK 沒問題的 所見到的 同樣的都是它的一個交流標準 那麼就來到主人房這邊了 那主人房的話它的空間 都會比剛才的那兩間房間大一點 是夠放一個米八的床 所以說平時我們這個戶型 就算是三四個人住 其實都沒問題的 同樣的 它主人房這裡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P窗位置 是潛在藍牆的 就看回景觀的話 這邊我都可以看到少少的山景 OK 接著來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複式的戶型 它就是67平方做到3加2房的 就是有四米半的層高 不過這邊的全部是無皮加褲 所以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格局 首先入門的右手就是它的廚房位置 它67平方這個戶型鍋 它就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因為它是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大家可以看看 到時候其實都可以根據它這樣設計 就在右邊這裡整個上邊整個櫃 下面就可以整個爐頭 包括升本位置都可以做好 就在廚房對方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洗手間的空間來說 都不算特別闊 因為它這個門開了之後 會頂住入門的位置 所以它會這樣拉進去才行 不過進入的空間來說就算OK 不算特別窄 只不過入門位這下就有點尷尬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廁所這裡有個三角圍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樓梯的位置 所以走也不能走 我們就進來看看 進來它這個已經是做了一個中空的設計 4.5米的層高 加上中間其實放了吊燈 整個感覺看起來都比較舒服 樓下它就做了兩間房 首先在這裡會有一間密室 比較小間年來有間密室 其實是四四方方的這間房 日到來的時候 其實我現在1.75米有點頂頭 大概都是不夠1.8米、1.7米的高度 這間房子有沒有用呢 我覺得可能做回一個隱藏食的麻雀房 這間房 或者做回一間密室 再來到這邊 它圖子上設計 在這個位置 大家到時候都可以選一選它 在這裡可以做一間房子也沒問題 所以樓下它是有兩間房子的 我們再出來看看 再出來它就是會有一個 都算空間比較大的一個路牌位置 望到的景觀 首先樓下有些陸化 包括正對著的 就是中海高速 以及可以望到對面的 就是那個均華新城的一個小區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現間這裡就有一個馬路 對面就是均華新城 均華新城 它也是整個火鍋的香港區 最大的一個住宅小區 所以其實對面的 我們平時買菜、買飲品 什麼都有的 就是各條馬路 都很方便 我們再上來2樓看看 它現在就是做了一個Y字樓梯的 還有它2樓同樣的 它也是會有廁所的 首先右邊它就會有一間廁所在 有廁所 其實空間來說是沒問題的 不過都是高度 這裡會比樓下三尾 會高一點點 大概有1.8米左右的高度 對,就會高一點點 不過都是會覺得有一點點的局促 再來到房間這些 這間房間的話 都比較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到時怎樣用 可以做一個工作室也可以 或者在這裡做 再做一個廁所也沒問題的 對,都OK 而且它這裡景觀那天 就和剛才樓下的陽台 都一樣的 不過它不是 這個窗就不是開到頂的 就會開了中間一塊 所以其實上面 是會有一點點遮蓋的 OK,我們就再過了對面 在樓梯的另一邊的話 就會有兩間房屋 都會有一個少許的走廂位置 首先來到 這個位置的話 這個空間外 大家其實都可以看到怎樣 其實可以做一間房屋也可以 或者做一個小茶室也沒問題的 整間房屋 如果是放在床 都不會放得很大 大概只會放一個單人床 1.2床 就OK的 是的 而且它這邊也有一個比較大的 塔塔米空間 就在這裡 這裡 因為進去也有點難入 看下去就非常深 你看下去 到時候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這間房子其實是可以做一間小朋友的房 或者可以把全面空間都可以 沒問題 OK,最後我們就來到73平方這個複式的單位 這個壺形座 它都是兩層的 看見面積到73方 實際的小空面積到114方 那就是做到4加1房 兩廳兩位 OK,我們就首先進來看看 首先進來的話 它在中間這裡 就會做了一個少許的中空設計 就有一個4米半的 所以進來其實都不會覺得特別壓抑 它設計方方便的話 就入門的左邊 它就留在餐廳的位置 大概可以放到4個人左右的餐桌位置 它這個壺形座 是可以明火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做了一個封閉式的廚房 加到的時候 這裡都是會間口交給大家的 看到的所有東西 因為這邊是無盤交付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到時候可以自己這樣做 都沒有問題的 整個空間來說都OK的 可以夠做一個用性的廚房 包括這邊都有預留了一個冰廠位置 而加上這個廚房 同樣也是會有窗的 所以說整間廚房的一個通風和採工程 其實都OK的 再來就是客廳位置 客廳的空間來說都OK 左邊可以放梳化 在右邊的話可以做掛牆電視機 就OK,沒問題的 我們再出去看看 你看看 73平方這個壺形 它會看小圓林景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露台 雖然說它不是很闊 不過它夠長 升得夠長 可以這麼長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公寓可以做到這麼長的一個陽台 我真的很少見 因為本來公寓產品的話 帶陽台就少了 而且它可以做到這麼長 還有大家可以看景觀方面 這邊它會看小圓林景觀 包括可以看到泳池那些 其實體徵的感覺都比較OK 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它73平方這隻 它看原樓裡面 它就不會特別吵 OK 它一樓的話 同樣就是做了有一間房 大家可以進來看 這間房的話 我覺得它高度就合適了 應該都有2米2座的高度 進來就不會覺得很壓抑 包括它可以放置床 整個衣櫃的空間也足夠 包括它這裡也有玻璃塘門 可以直接面接我們剛才的陽台的位置 它這個護形外 同樣都是樓上樓下都有做了廁所的 首先就是一樓的廁所 空間來說 我們說夠用 就不是特別大的 進來的話 也不會特別的局面 還有它這個廁所 也是有窗的 因為大家其實看公寓 大家應該都知道 公寓的話 其實很多的廁所 都是做什麼暗廁的 它這邊的話 是可以做到一個明廁的 我們就再上這2樓 上到2樓的話 左邊這邊 就是2樓的一個洗手間的位置 空間其實和樓下都差不多 同樣的 在這邊這個位置 也是會有一個窗的位置 它2樓就是做了一個四間房 首先看看大家 這間房間 空間來說 跟樓下的房間差不多 不過高度來說 就差了一點 這裡應該是1米8 鬆一點的高度 樓下的高度是2米2 所以說樓下的房間 會比較舒服 不過通常一樓的房間 即是如果家裡有長輩的話 都會留給長輩住 會好一點 就不用經常爬樓梯 個人這間房間 同樣的 都做得很大 這間房間 多數會做主人房 因為它是 這麼多房間的面積最大的 已經是夠放一個1米8的床 每一間都是放一個1米8的床 包括景規方面 都會看到比較漂亮的 少了越南景 以及再做床樓櫃 以及衣櫃空間 都是夠的 再過到這邊 這邊就會有一間小小的房間 這間房間 大家可以用來做一個茶室 或是做一個工作室 都沒問題 還有還有一個隱藏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增速位置 試試試看 鏡頭給我用 我看看 它瘋子 這裡很大 給大家看 第一視覺來感受 進來 這裡很大 來到這個空間 我就讓我想起了 看一看 拍攝的 浸上空間 不過這裡 反而會更大 給我一個 鏡頭攝影師 先看一下 對了 OK了 這個圍形 都帶大家看了一轉 它是73名房 做了4加1房 單價方面 同樣都是6,800至7,000元 即總價40多萬 就可以上車了 OK了 我們剛才已經帶大家看了 整個樓盤的情況 那 整個地點 這裡價錢真的很便宜 五折買樓 6,000多元的單價 可以說這個價錢 無論是中山市區 其他地方 或者是鎮區 都是找不到這樣的價錢 還有第二點 我們剛才也上去看了 它平層和複式的單位 其實它的格局相對說 其實都OK 雖然說是公寓 好像平層那邊 它兩層都是五貨 其實我們平常住下來 跟我們日常住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區別 包括它的一個家樓標準 其實我覺得 6,000多元的價位 給到這樣一個家樓標準 其實都相當不錯 大家可以再看看 它整個小區圓林 目前的所見 都是即所得 看到的 都是非常漂亮的小區圓 所以說 其實我們現在買得在這裡 基本上我們買完之後 解決所有的手續 就已經可以安排收樓 所以說都是現樓 即買即入住 而且是可以即時享受到 這個圓林配套 還有它這裏周邊的一個環境 即周邊的配套 其實都是相當成熟 剛才我們開頭也有說到的 那這裏開始十分鐘 可以去到晚島 十分鐘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去到東區那邊 即是已經可以享受到 周邊的一個成熟配套 包括我們回香港其實都很方便 好像我們在這裏 大概十分鐘時間 已經可以到海恩新城那邊 那邊就有直達巴士 可以回香港 那麼十分鐘的時間 都可以去到中山的碼頭那裏 在那裏坐船 其實回到香港 都是九十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渡航都很方便 所以其實 總得來講 這個樓盤 即是大家如果想在中山市區這邊 我們想要用一個低銀幣利 買個單位 以及打算自己住的話 這邊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那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都感興趣的話 很快就走了 因為它現在每天都非常多人在搶樓 所以說手快又手萬不要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